因為目前的話已經開發了一到四期 那未來如果要開發的第五期的工程 我們是希望真的是中央的話 應該審慎來評估 那我必須再強調一點的話 剛剛主持人一直講到回饋回饋 那可能主持人會不會把回饋 跟地方稅收搞在一起了 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你知道那個數據裡頭 我是有點疑問 因為就我知道來講的話 目前台售的回饋裡頭的話 還是非常的零散 而且它不是建立在一個法治的基礎上面的 也就是說可能出自以台做它的本意 就是說可能它的本意的話 它覺得它應該怎麼樣做 它可能應該去照顧哪些 或是說它要去怎樣做普及做 或是說它要去學校 去這間台灣救星的銷售 但是這重點來講的是沒有 就是要看台售自己本身的藝術 所以我說這個回饋 還是建立在道德的層面 而不是在法治的一個層面 這對地方來說是沒有補充 我也要再說 其實我以前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就一直質疑環境影響評估整個的法 整個的法的那個問題 其實環境影響評估的法條 很多都應該這樣拿出來討論 有些地方的話是你給地方政府的權限太大 有些東西的話是你中央的話 反而是權限的話一把抓 那你這中間要怎麼樣去拿捏這個標準 我覺得以後您管管政府 住到的是比如說台售六星這是一個案子 林內伏劃爐也是一個案子 林內伏劃爐地方政府的權限又太大了 可是台售六星就用按照環境評估法來講的話 地方政府的話又毫無有講話的餘地 所以這種講話我覺得是他蠻矛盾的蠻衝突的 我覺得整個經過的價格觀來講的 是經過的法令上的鬆綁 或者是法令上的線索來講的話 我們會不會太過於走遠在照顧財團呢 這是我們大概台灣的整個社會的話要去照顧的 還有在整個政治實力的評估上來講的話 我們會發現很多的財團的投資 中央政府如果他不敢站出來講什麼話 或是他不敢站出來反對 甚至是中央在主導整個的政策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評估 那麼這個評估的話可能跟 比如講的話可能會把財團的話 會把整個的實力帶到國外去投資 那麼中央政府的話他的估計在哪裡 這我們地方政府是無從去了解的 所以我們地方政府的話大概只能配合中央 那麼中央他們有他們的顧慮 有他們的顧忌 那也可以說從過去的很多的 很多的例子裡頭我們都可以秀卷秀卷得到 可是畢竟來講資訊還是不公開的 你還是無從去了解 因為他還是披著法制的一個外衣 披著法的一個外衣的話 再從事這整個的經過 所以我要說的是老百姓來講的話 永遠還是站在弱勢的那一方 是是是 國客是來講可憐 然後其實我們再回到說像之前 高雄大寮毒氣事件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這個事件有重演 就是地方說其實中央應該多做點事 可是中央我們在問他 中央的人真的不好約 大家又吃幾包也是又不來 可是剛剛很多call in 進來的觀眾朋友 談到一個更重要 更嚴肅 也是更常有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到底接下來整個產業政策是什麼 我們的石化產業到底是不是還要發展下去 我們是不是還要蓋大鏈鋼廠 我們是不是能夠永續的來經營台灣這一塊土地 我們找到說在之前王永慶 台樹這個創辦人他的講法說 六清絕對不會造成污染 但是現在我們又如何看待 六清這十幾年來對台灣的公寓過 我們來回顧一下台樹六清的歷史 經過一年多的研究 台大職位所的教授發現六清營運之後 對鄰近鄉鎮居民的健康 確實造成危害的結論 不過在二十多年前 已過世的台塑創辦人王永慶先生 並不是這麼說的 我們沒有人可以做的非常好的 剛才我講過 先進國家可以做到 現在問我你能不能做到 我能做到 二十多年前 王永慶為了爭取六清在宜蘭設廠 和當時的宜蘭縣長陳定南 一起上電視辯論 只是當時信息滿滿地說出 環保可以做到和先進國家一樣好的保證 在六清與雲林實際營運之後 當地民眾的感受卻是完全相反 六清來水就不必了 不要就沒人收成了 對不對 都不必了 不然以前都好 以前鵝一條都撞起來 都打到六斤 現在一條打不到一根桶 對嗎 像我們大概常聞到味道 就是有那個酸味 還有瓦斯味 還有臭味這幾種 可能因為我們輪體的反應比較敏感 所以它那邊簡直不錯了 但是我們就確實有聞到這種味道 丁校長說得很婉轉 但是他服務的雲林縣新興國小 位在六清的東南方 曾經有過一年檢舉六清 coachy污染17次的紀錄 可是當地環保單位 每次來測都說六清排放符合標準 只是現在學者的研究結果出來 證明了當地的空氣污染 確實對人體形成健康上的傷害 從地方到中央的相關單位 可不能再漠視了 我請教一下詹老師 你做這一份研究報告 絕對不是為了要交差了事 今天你已經具體寫完了 然後也在媒體上廣泛的討論 你這份報告 真的反的恐怕接下來都會 原因你這份報告來去做法庭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辯論 接下來你希望你這份報告 能引起什麼樣的迴響 包括說台西其他的雲林鄉民 以及說縣政府或者是中央 該怎麼樣看待你這份報告 我想我們全國的民眾 應該要從這次事件裡面 學到一些教訓 就是我們要根據事實來做 我今天這個報告非常自豪的是說 我通通是拿政府 現在已經公開的資料來做 我想如果對政府的責任 要做個要求的話就是說 有更多的資訊要公開 讓民眾知道 所以剛剛蘇縣長 願意把這個上網給大家去看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我們國家的工業局 曾經為了六勤也做過 2005年有一個報告用密件 到我做這個的過程 去尋求這個密件 還不能解密 我想一個資訊的不對等 對於民眾去了解這個真相 是最大的阻礙 那一有了這個資訊以後 大家就比較容易理性 那理性的探討 在看這所有的事情 我想一定有很多的聲音 很多的講法 回饋金也好 然後經濟發展也好 就業 但是我要問全國的民眾 我們最想的是什麼 我們賺錢之後最想的是什麼 活得久 活得好 如果活不好 活不久 再多的錢有用嗎 所以健康風險 或是健康這個主軸 我希望大家在所有的爭論裡面 不要去忘記 我們所有台灣幾十年來 經濟發展目的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要活得好 活得久 大家只要到我們台大醫院的 癌症病房去看看 假設你有的親友是這樣 你看看那個疾病給人家的痛苦 所以我們所有要做的事情 我未來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希望繼續監測下去 然後繼續關心我們營營的鄉親 我自己從美國留學回來做的第一個案子就是 六親信件前的評估 你可以想像在戒嚴時代那個時候的 政府說叫我不要用六親兩個字 你們一定很難想像 我們時代進步了 全面民主化 我們要的就是更多的資訊 更透明 有了透明的資訊 大家才能心平氣和 不會說你欺騙我欺騙你 剛剛那個蘇縣長講那個 非常的令人難過的就是 一個社區 年代感跟那個文化都被改變了 人跟人有猜忌了 那我們這個台灣還能這樣子下去嗎 我們台灣人之間還能這樣子下去嗎